今天IAEA的署长 原能署长 他今天真的是糗到了 因为有韩国的网络媒体 叫探查 一位女记者就在听他旁边 一直在追问这位署长 就问他说 您是不是收了100万欧元呢 因为之前韩国媒体就有披露 结果本来这个署长 葛罗西头也不会一直往前走 但是后来他忍不住了 而且他很生气 然后他就说 我什么都没收 这是absurd的 这是荒谬的 这是荒谬的 我们没收任何钱 这一点很清楚 再见 火大了 然后回来就这么 很不高兴 但是问题是 现在葛罗西 他对于日本要排放 核废水的这个态度 以及他接下来还要再去 这个算是疏通啊 沟通啊 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现在是难以平息 大家对于他的疑虑 请教街大师 这个不是核废 这个叫核污染水 日本人最喜欢玩这种名词 这是核污染水 这个最不合逻辑的是 日本人说是完全安全 完全安全 这个水资源多宝贵啊 你往里道干嘛 你看看这个画面 他头也不回本来一直 人家在旁边追问 他就一直往前走 后来忍不住 回过头来 就说这是荒谬的 什么都没收 他否认收钱 他怎么可以承认呢 承认他就关起来了 他只有唯一选择 就是公开场合否认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说 这个日本核废 我常常就说 既然这么安全 水资源现在都稀缺 稀缺物资啊 你要不然就拿饮用水嘛 到日本国会 当作大家当成开水来喝 对不对 可以喝好几年了 要不然你就拿来灌溉用水 要不然你就住回日本的水库 当作这个可以利用的水 往海里倒干嘛 一直浪费啊 对不对 既然这么安全 那你就留着用啊 那你说我今天这个东西 好东西我会往海里倒吗 好东西会变成垃圾吗 当然是不能用的 有害的我才把它丢掉啊 所以日本的逻辑 根本就互相矛盾嘛 你证明它都是安全的 那你就留着用嘛 那怎么会往海里倒呢 对啊 而且这个东西说实话 什么都往海里倒 现在是地球一家 我们叫地球村啊 对啊 你这是违反道德的 海水区会流动的 不管你今天是你安全 还是不安全 你的邻居反对 你就不能往水里倒 这是公有物 海洋是世界 叫这个Global Common 大家共同拥有的 有人有一件 你就不能这样做 这个是一个 现在的这个国际社会的 基本道德底线 日本怎么这样做 到现在还把这些海洋 当做它的吗 还可以随便在那边丢东西吗 是 这个日本这个国家 光这件事情啊 它真的把它自己的 这个水准做低了 也让人家 没有办法得到人家的认同跟尊敬 而且日本媒体 像他们产经新闻啊 还在扯中国大陆跟南韩的 什么核电厂的穿排放量 是日本的6.5倍啊 这个实在是 人家在跟你讨论的是 你的核污染水 要排到海洋去 结果你再扯另外一桩 真的实在是难以说服大家 可是呢现在说到了南韩 这个我们看到一篇报导 他说现在呢他们要把他们的人生 人生南韩的人生提交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且还集结了许多的文化专家 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 要巩固他人生宗主国的地位 目标是在2026年就能够成功的列入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当中了 人生这是南韩的吗 大家觉得人生是南韩的吗 请大家来留言 薛将军 你想一想 吃人生最古老的历史是哪个国家 中国人用的最多 是 对不对 你这个人生你只是把它宣传包装 对不对 但是你不可以身为你是专利的世界遗产 对不对 而且你很多人生还是中国长白山那边 拿来低价买进高价包装的卖出 人生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 你看多少年来千百年来 我们的老祖宗都靠人生提神 治病了补身体 对 怎么精神不济喊一片生在嘴里 而且还是认为是救命神药 在古时候 这个韩国人你羡慕中国也就算了 你不要冒名顶替 孔子也是韩国人 长白山也是韩国的白头山 对不对 你没有想想以前高高丽 什么百计 三个都是中国的附属国 写的是汉字 穿的是我们唐朝的那个官服 你现在突然把老爸的这个遗产 通通弄到你头上 你不是串位嘛 所以韩国高丽棒子常常做些事情 让人家小鼻子小眼 而且大家来看 其实去年南海农水产食品出口额 是创历史最高 但是按种类来看人生排第七位 那么根据海关的数据 说韩国高丽生出口总量 日本 香港 台湾三大区域 是占他们的50%以上 但是行业人士说 韩国人生产品原料 一半以上是来自于 就是刚刚帅将军讲的 长白山的人生 被包装成高丽生 价格高出了有九倍之多 所以帅将军 其实他们就是会包装 可是他还是来自于长白山 因为平平安养你会宣传 你就赚钱嘛 我们也没有意见 以前我们的东北 有很多人生 不只是长白山 东北大兴安里里面都有 我们以前看闯关东的人 就有专门是挖森的客 就专门去掏野 而且野生的人生 比种植的人生更值钱 所以这个东西 韩国人真是 我觉得你一去这样 还不如对日本废水 你多使用一点力 国庆日白宫不平静 怎么说呢 因为在白宫的西乡 有不明白色粉末 所以原来这一天 他们忙着在查 这个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结果一查发现 居然是三级毒品 骨科检 那目前还在查他的来源 有媒体甚至就披露 说现在有人是把矛头指向 有吸毒史的拜登次子杭特 那么纽约邮报报导说 虽然杭特在周末跟父母 一起前往大卫营度假 一直到4号才回白宫 参加国庆日的活动 可是他曾经在6月30号呢 短暂的在白宫待过一段时间 那我就请教一下杨永明老师 现在这到底怎么回事 真的有可能和次子杭特有关吗 我看了美国的这个报道 主流的媒体就是支持民主党的媒体 包含纽约时报有报道 但都没有提到杭特拜登 那把这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这个不得了的事情 怎么会在白宫的这个研究里面 就发现到一个袋子里面 有装有白色粉末 确定是骨科检 那你要知道美国白宫的这个警卫 就是Secret Service 那这些人会不会说 他们自己这个吸毒 No Secret Service是定期要监受这个检测的 所以特勤人员定期接受毒品的检验 这个大概全世界都是如此 好 那就 对不对 它怎么可能让你这些 接近最重要的权力核心的人 你这些保护的人 你自己可能还为非犯法 尤其还吸毒 你吸毒就可能会让你神情恍惚 你可能就会误判 你可能就没办法执行职务 甚至可能会伤害 的确 对不对 所以他们 我现在是觉得 所有美国的报道 没有在指向 矛头指向这个Secret Service 特勤人员 因为这个不太合理 都在指向就是6月30号 是 杭特拜登 他带了他的这个手提电脑 到了这个Library 去大概做他的一个 个人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呢之后就 当他们离开之后 当他离开之后 他还带着他三岁的这个小孩 小孩还哭的 然后拉上了车 然后就走了 走了之后没多久 他们这个开始进行 就这两天的时候呢 但不是马上 就在检查就发现到 这个骨科镜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 有没有关联 当然有关联呢 杭特拜登现在被起 有三项这个法律上的问题 一个是他非法持有这个枪械 另外一个是税的这个问题 他这三项其实还面临到 蛮大的这些法律上的困扰 那虽然之前 他跟他爸爸去那个大卫营度假 回来之后呢 发现了这一连串事情 我觉得美国的主流媒体 都在遮掩 因为你这唯一 你没有办法直接的证据 你都是一种 这种情境的 或者是推论的 我刚才那种讲法 但是你觉得可能性高不高呢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节目 全都在里面 依次满足